为了祈求疫情风灾带来的灾难 能够护佑花莲县和尽平安 中华彭莱仙岛教会 一连五天在寿风乡道场 举办111年 沉建天台立岸焚香祈福消灾 祈祷花莲县四十无灾化解盛会 希望透过法会的举办 疫情能够逐渐消退 台风和地震来临时 花莲能够和尽平安 为了祈求疫情风灾 清洗花莲的时候 让新闻们能够和尽平安 中华彭莱仙岛道教会 举办111年 沉建天台立岸焚香祈福消灾 祈祷花莲县四十无灾化解盛会 农历6月6号到6月10号 也就是国立的7月4号到7月8号 连续五天 在寿风乡东方木工道场来举办法会 举办我们中华彭莱仙岛道教会 基盘到我们111年 建天台 生建天台 立岸焚香祝 祈福化灾 来 小灾该 寿司无灾 花莲官 寿司无灾 消贴 消贴 生费 基盖到我们天空祖 这厨6月初6日 在我们这儿开天台 让大家可以这么记服 因为 现在6月 刚刚刚到我们的红台 和地盘很多 所以说可以以这厨来 发财发贴 疫情可以均衡过 让大家可以身体健康 寿司无忧 大家身体健康 希望可以让天空 爬 做主 让我们 大家都可以生化 富裕 中华彭莱仙岛道教会 首席过 吴基森表示 台湾可以说是受到疫情 以及天灾的影响 让大家的生活 可以说是相当辛苦 东方莫光慈悲 来办理法会活动 就是要让台湾 人民能够回归 以前一样快乐的生活 我们 现在已经是 7月的沿下 我们现在也最担心 这个台风 会不会进来花莲 那我们也希望 透过这次的祈福法会 我们来希望上舱 来联敏我们 让我们今年的这个风災 也能够平安的度过 那当然 这个 我们看新闻 最近也很多 这个强降雨 那也造成很多地方 都大淹水 所以我们希望 也这个 透过这个祈福法会 来祈求上舱来保佑我们花莲县 那无风无灾 那疫情赶快消退 让我们这个乡亲 都可以好好的来为 后疫情时代 我们来重新调整脚步 来好好过日子 那在这边也很欢迎大家 有空可以来售风这里 我们来这里 来跟那个东方木工 来祈福 来烧香 来拜拜 中华风老 现代道教会 民宿长 尤金黄表示 台湾五年来 可以说是多灾多难 包括疫情的到来 各行各业 生活相当的辛苦 人民因为疫情 整个生活步道都乱了套 希望透过这次的法会活动 能够祈福台湾 让花莲县命 能够合心平安 记得很容易 收封江湖岛 谢谢大家